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毕竟还是个人 他们还是会被结婚视辞而感动的 更何况我是个巨蟹座 巨蟹座的情绪波动一般比常人大 然后你把巨蟹座和婚礼主持人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是非常的吓人的 那我告诉你 我的眼泪从来不偷偷的流 我的眼泪都是光明正大的流 我就是那么一个没有羞耻心的婚礼主持人 主持婚礼的那么几年里 有好几场婚礼 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然后也哭得比较厉害的 这场婚礼当然就是我亲哥哥的婚礼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好玩 怎么说呢 就是他进场的时候 你说大家欢迎我哥哥入场 那种感觉你懂吗 不是说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婚礼了 我和我哥哥的感情非常要好 在他的结婚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动 更大一部分是不舍 他也没有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很简单的 但是我就哭个半死这样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哭得比我妈还厉害 可能我妈比较坚强啊 另一种说法就是 我妈人生经历比较多 所以她比较铁石坚强 我哥哥的那场婚礼 应该是我人生哭得最乱七八糟的一场 第二场就是一个朋友的婚礼 她的那场婚礼 选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举行 人数只限于六十位 她结婚的时候 非常可惜的 父亲不在了 所以她的入场是由她的弟弟挽着她姐姐的手入场 然后她选的就是Elly Golding的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作为她的入场歌曲 我的眼泪受不了控制的一首歌 还有什么环节会让我的眼泪无法自拔的 也就是父亲挽着女儿的手入场 那些我是没有办法 我的眼泪控制不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还有就是父亲和女儿跳舞的时候 我也是不能 那也是我其中一个梦了 如果我 他早有一日 我真的是嫁得出去的话 我会想要和我爸爸跳一支舞 不是说我和我妈感情不好 跟我妈感情也很好 如果我在婚礼的时候 我会想要和我爸跳一支舞 然后我想要和我妈一起致辞 我觉得我和我妈会在台上有很多 吓死的一些场面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过一堆新人 和邀请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上台来致辞 我觉得我和我妈一起致辞会好玩 我就是一匹脱疆的野马 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会插出一些火花 还是对这些事情还是抱有点期望 如果真的是到了四五十岁还是嫁不出去的话 那就也算了 我就找一天和我妈一起录个视频就好了 当然感动归感动 我们还是要照顾到自己的专业 也就是不能被这些感动情绪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好的 以上就是在我五年主持期间所遇到的一些非常感动的婚礼 希望你也被感动到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